看看 很漂亮 給大家看看 現在美國的方法的短缺 仍然在持續 現在剩下 都不是這些 不知道什麼牌子 雜什麼牌子 也有semanic 但是只有水奶 這幾瓶 而且 他已經說明 現在早前因為出事 就是semanic 現在他就說 根據FDA 已經要recall 那些已經recall 剩下 就是這些水奶 可以賣 順便順 有藍色 也有這個 橙色 橙色就是semanic 我昨天給我兒子喝過 他是超不喜歡喝 但我不知道水奶 會不會好一點 還有其他牌子 我沒聽過 我沒聽過 還有這隻 你看看 兇嬉嬉 是所證明的 先分享一下 為什麼美國會出現 這個奶粉短缺的問題 根據Bloomberg的新聞報刊指出 由於長期的經濟壓力 以及突然之間 供應的需求互相衝突 尤其在疫情之下 擾亂了無數產品的供應鏈 而造成了很多行業的勞動力短缺 很多人都不能上班 再加上 前陣子阿培實驗室 在某間工廠生產的奶粉 曾經受到污染 令到兩名嬰兒 曾經被懷飲相關的奶粉 而導致死亡 雖然阿培不承認和這件事有關 但FDA都照顧相關的產品 而那間工廠也倒閉了 好了 另一個問題 就是 咦? 美國什麼不是進口了很多 不同國家的奶粉進來 可以舒緩這個奶粉短缺的問題嗎? 是啊 是有做到 但因為FDA有調查抽養 發現外國進口的奶粉 的營養受到質疑 因為裡面有些成分超標 所以FDA和現在美國政府 都仍然在商討 究竟有哪些奶粉是適合進口 有哪些是不適合進口 所以我們進來的奶粉 仍然都是有限度的進口 再加上現在阿培 仍然都是短缺的 他們的奶粉的供應鏈 所以這一方面 都是出現這個問題的 好了 原先這個奶粉潮 對我們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但自從剝了牙之後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甚大 因為我是有餵人奶的 但因為我吃藥的關係 就不能餵人奶 所以就要靠奶粉了 但我們前陣子試了很多奶粉 我兒子就開始有些厭奶的成分 我不知道是奶的成分 他是覺得鐵質高 還是怎樣 那些味道很不喜歡 還是怎樣 令到他就不斷送吐奶 但那些吐奶又不是噴全息吐奶 他是不斷吐奶汁 甚至乎他是拒絕喝奶的 所以呢 剛巧昨天我們去探望我們家人 他就給了一些相片給我們試 終於試適合了一隻 他是願意喝的 那種很明顯奶粉混的水是稀一點的 沒有那麼稠的 因為我平時喝的一些人奶是比較稀一點的 所以那種奶粉是終於找到一個適合他 他喜歡喝了 但是因為現在奶粉潮的供應量不足 所以對我們來說都很難 你剛才也看到 我們看到這一間 我們現在身處在Cottamon那裡 是不是 是不是 Cottamon Cottamon 在Cottamon那裡看到有 但是呢 看到有in stock 但是看不到他有現貨 我們剛才就問了Sales去問一下 他們就幫他檢查一下 我們就等下 希望有 好了 問了 最後呢 都是沒有的 因為最快都說 8月2號才有入貨 還要入的數量是不到 只有幾十箱 他就說到時候 他就說看早上早點來 就早點拿 但是8月2號 他老公 在那段時間都應該上班 我們決定呢 去第二間看看 我們剛才說的奶粉 應該是這一款 這一款 這一款 在美國就不是到處買的 我上網查過 只有Walmart 而且目標才有 但是呢 Walmart 價錢就相對很貴 目標就比較便宜 所以呢 我們就 嘗試再去破第二間了 那 我們第二間有啦 好了 我們現在又去第二間目標了 老公 我們現在的目標去哪裏 這個 Cheldenham 對 Cheldenham 那就看一下 還有沒有 我們想要的這款奶粉 好了 我們進去看看 來吧 咦 這裡竟然有了 是之前的兒子喝開這款 Infirmule的牌子 不過我現在不是要這款 也有紫色 但是他不喝 我們買了這款 前輩子買了這款在Costco 以為他喝啦 之前他願意喝 喝不喝 好了 我們終於買到了 就是這款了 價錢是$35.99 真的很貴 你看 同一個價錢 看看 這瓶是比較大 多大呢 就有 一個 27盎司 這個一瓶 同一個價錢 是12盎司 天啊 有辦法 阿仔想喝 就一定要喝 就是這樣 還有其他牌子 這些 不過這個不適合他喝 這麼小的 你看 都是處於 短缺的狀態 都是有善能力 這些比學行的寶寶 好了 終於呢 完成了其中一行 就是買奶粉 哇 美國買奶粉 都幾貴的 特別呢 我兒子好吃 經常選過不最貴的 都不吃 因為他這隻呢 是看標籤的 其中一個呢 他賣點是Food Allergy 即是如果你對食物的 那些 Allergy 有敏感 就什麼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這個媽媽 遺傳有關 因為媽媽都對奶有敏感 好不說著 為了奶